叫你给我买咖啡 你看你给我买的是什么 我买的是咖啡呀 你不知道吗 咖啡要喝星巴克 记住 咖啡我只喝星巴克 好记性 不如乱笔头 我帮你写脸上 不就行了吗 杨子 这个视频是你拍的吧 你也不查一下我是谁 百度搜不到你 搜狗倒是搜到你了 荣生集团的千金大小姐 荣可欣吗 马上把视频删啊 不然也有你好看 哦 这个不能删呀 工作你的同事要看 结婚你的对象要看 以后你的孩子长大了 也要看 你 打的又不是你 你多管什么闲事 谁说不管我的事 刚才都拍到了吧 刚才你打的不就是我吗 现在不算多管闲事了吧 哎干嘛 怕我把视频发出去啊 标题就用荣生集团千金 强迫正义博主删除视频 你看怎么样 谁会信啊 有没有人信 你自己看不就知道了 对不起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如果对不起有用 那你想怎样 多刷刷视频 你就知道我想怎样 定期网络曝光 知名企业 农中集团 非法融资 警方正式介入调查 22日 成功将其董事长 文耀生逮捕 喂 你好 喂 你好 我的外卖还有多久送到啊 已经超市很久了 哎呀 你吹什么吹啊 我马上到楼下了 你自己下楼来拿一下 我现在不方便 你坐电梯到十楼 放到门口就行了 电梯人多 你等着吧 兄弟 我来了 坐过电梯花了二十分钟 还有这个汤怎么全洒了 你要是自己能下去拿 能洒出来吗 我有我的工作 你有你的工作 如果我有时间去拿外卖 我还需要你送吗 你在办公室吹着空调 我在外卖日晒雨淋的 你一个小姑娘 四肢健全的 也没吹个拨扫腿啊 下楼拿个快递 能死啊 啥了也活该 我已经投诉你了 好啊你呀 我信心不足 送外卖赚了钱 你说投诉就投诉 我告诉你 今天就是你的时期 最好给我小心一点 投诉我 我让你全家都招压 算了吗 吓死我了 我怕你 警察应该不怕吧 恐吓 威胁 我会不惜一切代价 起诉你 真被想到杨子是这样子的人 怎么了小王 昨天我跟朋友去山庄玩 看到杨子在那里玩 这有什么呀 这不是很正常吗 老老板你听我说完呀 重点是 杨子在那里有吃有喝的 还让他妈在那捡瓶子 还对他妈指手画脚的 哎 看得我都心疼了 你说他家这么困难 他平时花钱还那么 是吧 我看那款包包也不错 一会儿我把钱转给你 你帮我买一下 杨子 下班来一下我办公室 老板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杨子 你说你妈妈平时捡瓶子 赚钱容易吗 你平时花钱还这么大手打脚 老板 你说啥呢 谁妈捡瓶子了 还装 敢做不敢承认 咱们同事亲眼看见你 让你妈在山庄里面捡瓶子 你还对她指手画脚 老板你误会了 我妈每天有几百万的生意要做 我哪有时间去捡瓶子呀 捡瓶子那个是我们家保洁 他准后懒不干活 我说他几句怎么了 你出门还随身带着保洁呀 老板你什么智商啊 我出去玩带保洁干什么呀 那个山庄是我家开的 保洁就在那里工作 当公司来了个隐形富豪 杨子你赶紧收拾收拾 趁着李总他迈没下班 咱们赶紧去把他合同签来 不行啊老板 我突然肚子有点疼 啊 怎么回事啊 没事 估计是老毛病肠面严犯了 快下班了 老板和他去签约就开始装了 就是怎么肯那么巧 正好这个时候疼 他就是不想浪费下班时间呗 行了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就爱说风凉话 我看杨子这难受劲也不像是装的 老板你别管我了 你赶紧走吧 别耽误签合同了 那怎么行啊 是员工的健康中药 还是合同中药啊 走 我带你去医院 哎 李总 你别取消啊 我这有点急事 你再等一会儿 喂李总 合作继续 我们老板马上就到 杨子 我不会丢卸你不管的 晚了就来不及了 正好电动车在楼下 我送你去医院 老板 你就扔下我吧 别管我了 老板 我爸已经安排我们家的直升飞机过来接我了 带我去最近的医院走绿色通道 再说了 就齐年的小电轮 我什么时候才能到啊 回家 杨子 您可真幸福 你拿学到了就给你送了花来 是吗 你干嘛呢 反正这花牛这也是浪费 过几天也会蔫的 还不如我摘下奶奶会去泡脚 你今天 那天天天那个护肘霜呢 给我用一下 你有没有礼貌啊 你不经过别人允许 你就翻我的包 算了 别说了 等一下装上来天天就不好了 这个给你用吧 嗯 这个胃可真难闻 一看就说便宜货 你好 请问杨子在吗 这是他订购的手机 给我吧 哇 新款手机啊 我真时候没钱买呢 这个手机是 娘子手机借我晚两天 过两天还你 好啊 既然你这么喜欢 这个手机就让给你了 你好 后来付款 一共八千九百九九元 什么 还付钱 那个手机我不要了 还是还你吧 二手的都可以 我可不要 买手机送的耳机我就留着了 就当你上次赔我的口红了 What the fuck 当员工比老板有钱 我听说前两天小春想吃烤圈羊 就在杨子家买了一只 结果杨子卖他一万一只 啊 这杨子也太黑了吧 现在一次杨最多也进了三千吧 就是啊 他平时跟小春关系那么好 不给人家便宜一点就算了 还多卖人家钱 你们搞错了 杨子不是这样的人 杨子 你家杨怎么卖的 我打算晚上请大家去烤羊肉 老板 你要是买的话 我就给你有钱价一万一只吧 杨子 你是把我们都当傻子是吧 一直叫你卖一万 杨子 大家都是同事 你这样不好吧 一看这杨子卖牙就坑了大家不少钱 这最新的苹果14pro都用上了 我没有坑大家钱 我是看手机才一千多我才换的 什么苹果手机啊 一千多 当我们傻吧 不会是假的吧 这真是正品心机 我送去线下店验估计了 那怎么会这么便宜啊 现在拼多数码补贴机活动 只要三折就能抢苹果14pro 全品正品 这是全国联保的 点击视频左下方就能参与 啊 那挺好吧 一会我也去试试 不过杨子 你以后可不能这么坑大家了 这杨子市场价我们又不是不知道 你说你卖一万一只 你这不是明摆着把大家当大冤状 老板 我们家不是一般的羊 你要尝尝我们家羊肉就知道了 你那再好吃不也是羊肉吗 那不都是羊吗 你那卖得也太贵了 老板 我卖一万一只都是平钱卖的 你拉倒吧 什么羊那么贵 我家养的是瑟克塞尔羊 喂 你好 我的外卖还有多久送到啊 已经超市很久了 哎呀 你吹什么吹啊 我马上到楼下了 你自己下楼来拿一下 我现在不方便 你坐电梯到十楼 放到门口就行了 电梯人多 你等着吧 兄弟 我来了 坐过电梯花了二十分钟 还有这个汤怎么全洒了 你要是自己能下去拿 能洒出来吗 我有我的工作 你有你的工作 如果我有时间去拿外卖 我还需要你送吗 你在办公室吹着空调 我在外面日晒雨淋的 你一个小姑娘 四肢健全的 也没吹个拨扫腿啊 下楼拿个快递 能死啊 傻了也活该 我也跟投诉你了 好啊你啊 我信心不足送外卖断的钱 你说投诉就投诉 我告诉你 今天就是你的时期 最好给我小心一点 投诉我 我让你全家都照押 算了吗 吓死我了 我怕你 警察应该不怕吧 恐吓 威胁 我会不惜一切代价 起诉你 再结束 我们下个小姑娘 对不起 了不起